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新桑海神州每個禮拜的節目 我的拍檔傑斯在這裡 傑斯你好 你好 桑普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桑海神州 又一個星期了 也都是很多國情的新聞 是啊 國情的新聞就相當多了 大家知道在4月30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宣佈中共的20屆三中全會 千呼萬悶此出來 因為通常歷屆的三中全會 就是9月至10月 通常10月、11月左右會開的 這個2023年的10月、11月沒有開 開了之後以為設立了兩會 兩會期間是3月 今年3月 以為前前後後都會開三中全會 又不開 接著就傳到風聲幕後6月 但現在不是了 6月都不是 現在搞什麼呢? 7月才開 那為什麼7月才開呢? 當然了 避開6.4.35週年了 因為今年是6.4事件35週年了 是不是? 不要撞到正嘛 你開這些會 又撞到正 很容易出事的 是不是? 現在另一個重點就是說 要將整個經濟改革的劇本 射好了 那麼這個劇本當然是假大空的東西了 是不是? 而說經濟GDP升5點多了 那些東西完全都是荒謬了 你看看那些行拍圖 你就知道 外貿不行 內需不行 房地產爆泡沫 之後也有地方債 城投債 很大的問題 好了 這些問題呢 共產黨就知道它們的人民可以吃草的 大食物觀 什麼都可以吃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什麼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都是講假的 但是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不外乎是最主要處理一個關鍵的人事問題 那你說人事問題會不會透過三中傳播來做? 未必 很多時候暗瓦帶隔絕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前外長秦剛 他就已經下台了 前國防部長這個李尚福 也都是下台了 他的中央委員職務還掉在那裡 今天是不是通過這個三中傳播來將它撤銷了呢? 分分鐘都有這個可能 另外 譬如說關於火箭軍的前司令員這個地獄超 和航天科工集團前董事長完結 分別被取消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 這個都有可能 但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 那有些人就會說只有兩點 就是三中傳播可能透露出一個風聲 或者一些做法 OK 第一件事 關心彭麗媛 因為這件事已經傳了很久了 就是說習近平十多年來缺乏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所以他要仿效這個北韓模式 就是金與正那些人 就是有一個北韓模式來處理 西朝鮮化 就是希望彭麗媛入局 這個基本上我不管什麼幫什麼幫 只要夫人就是我的人 就是江青模式學了毛澤東那套東西 那會不會彭麗媛進入政壇呢? 分分鐘都有可能 幾個跡象 彭麗媛就是之前幾個月去不同的地方 哇 官員都是視奉置為殷勤 所以看到這件事相當難得 還有他到處走 在很多黨媒裡多有曝光 這件事有些像在文革前幾年 江青那種造勢的方式 被造勢的方式 另一方面你看到彭麗媛也會兼一些職位 尤其他要譬如作家協會之外 還有一些所謂的一些文化的機構 那些長兼職審討盟更多的東西 有些像文化大革命之前 就是江青慢慢佔的文化陣地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模式會不會出現呢? 我們看吧 第二件事就是說 就是可能有人傳出來 就可能去醞釀一個修憲 去取消國務院 由國家主席直接實權領導 甚至廢除了黨總書記 直接改稱為黨主席 就是說正式不要說習豬頭這麼簡單 我通常叫習豬頭 習總書記都不要說了 習主席 史主史 覺得爽一點、嗨一點 就好像這個納粹的希德拉 那些神上線素上升 就全部搞定了 那麼這件事的話就是 習近平為了確立自己的權 不要這樣做 我可以這樣說 習近平去到今時今日 權力的力量是達到巔峰、頂峰 但是他的威信和他的影響力 是到了低谷的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有些像 我經常說有些像是什麼呢? 蘇聯那個時候的布列日烈夫的情況 就是他那個權力達到巔峰 沒有人能夠撼動他 但是他的威望他又低 如果你看到馮客那些書 就是關於一些最獨裁者的一些 基本上的秘訣 無論你看南美的光明之路 講這個柬埔寨的普通 中國的這個毛澤東 北韓的金日成 去到這個蘇聯的史太林 他們有些共同的特徵 他們未必口洩便級 很好的口才 他們未必身形很厚 或者英俊、弘、灰、不會這樣 但是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特徵 就是個人崇拜 沒有個人崇拜 這種黏黑制 他這個獨裁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就算你蔣介石來到台灣 你都要做一大堆神話故事 講到蔣介石怎麼樣呢 小時候看一些魚 逆流而上 最後就覺得要學習這些 鮭魚一樣 這麼厲害 認爛而上 就是這些神話的東西 一定要編造出來的 今時今日 習近平他不斷想編造這些神話 也不斷想將這些神話成真 使大家都信奉 所以不斷說安全、安全、安全 但是搞這麼多事情 全部都是大棒 而沒有胡蘿蔔可以給出來的時候 你的威信影響力不是低的 你說江澤民是不是曾慶紅 胡錦濤、溫家寶是不是做得好 做不好的 雖然他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獨裁者 但是你習近平 習大權於一身 你的權力高過他們 但是你的威信是低過他們 是不是 我不是說江澤民、胡錦濤很受歡迎 他是100分裏面的30分 你還要是10分、15分那裡 這個情況會相當嚴峻 所以我想現在黨內的政變、民變風險很大 內部分歧和躁動非常大 我想現在要等到三宗全會 所有安全因素都擺平了才禁開 你看得到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內憂、外憂很嚴重 現在我會覺得是 我評論這麼多年 和你做節目這麼多年 從2016年開始到現在 我自己就會看回 今時今日 我覺得聞到一種味道 就是說 There's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些事情 我說不出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看到角控蛛絲馬跡 我覺得就是說 有些事情他發覺到抓不住 各個人低級紅、高級黑 然後他站到權力頂峰的時候 高處不聲寒 他自己不想退下來 因為他退下來會粉身碎骨 所以他一定會抓住權力 然後發覺到很多的 整熄了所有火箭軍 甚至無期間我們會講到火箭院的人 甚至無期間我們會講到火箭院的人 甚至無期間做了兩個很重要的動作 我稍後講到 是他精心部署過的軍事改革 2015年他全部打散了 那麼最近這些新的變化 令我會覺得非常 覺得偉異 因為這個皇帝怎麼會自己認錯 除非這個錯已經去到眾人皆知的情況 而當他要改的時候 他的面子要怎麼收拾呢?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那傑斯我不知道你怎麼看三中傳媒 我們又聽你一路說 其實我們從2012年看到習近平上台 我自己經常都不斷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人是眼高手低 其實都執政了到今天都差不多12年了 那這12年裡面見到的就是 很多事情他都想做 但是很多事情他都做不到 但是你又不得不給他一個credit 就是唯一做到的就是 我覺得你問我習近平最嘆為官司的 他就起碼在這12年裡面 在黨內那個鬥爭裡 就是去到今天 這個都是 我想是他唯一的政績 就是打擊異己 由博喜來開始 由周永康開始 去到今天 他的權力是 好像你這樣說 很穩固 但是又有一種高處不聲寒 我想這個就是 他缺少個人魅力 或者還有就是 今天 我想他又沒有老毛的那種功力 老毛我想在老毛的年代 就是不斷可以製造階級敵人的 那那個繼續鬥 就是不斷的鬥爭 是老毛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出來的 但是習近平真的做不到的 如果你問今天 他最厲害今天 就是令到整個中國的人 基本上都閉嘴 但是你說 如果大家吃了 又是那句 如果大家都吃了 成實豆沙包的時候 喂 習近平簡直是 十四億人的 差不多 心目中的公敵來的 那所以 我想他都很清楚 所以唯有的就是 是不斷這樣繼續是 恐怖管治 就是一路一路 比如你看 剛剛五月一路 繼續這個 剛剛 就是最新的 這個 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 那你現在看到 簡直是神經病的 就是究竟在這個國家裡面 有什麼不是秘密的呢 就是除非啞了 就是說任何的東西 都可以成為秘密的 那麼 模糊到那條界線 根本都沒得去抓 那就是一步一步這樣來 那經濟又是 搞到一塌糊塗 所以我想都 今次都想了很久了 就是那三中全會 那習近平就 就是出了名 沒有枉積可沉的 就是譬如一看 那三中全會 其實大部分全媒 都是說 喂 很罕有啊 七月份啊 夏天啊 就是對上一次 可能是八九年 可能是三十五年前 那這個我覺得 不是很出奇的 就是 你去文革的時候 老毛年代 就是我想習近平都會知道的 就是 毛澤東不開會都可以 那所以那些會 什麼時候開其實就沒有什麼 對習近平來說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的 今天 總之就是要 他覺得 總之就是聖上覺得 那個timing 當時很適合開三中全會 那就開了 除了達到 你剛才說有兩個目的 還有第三個目的 我想七月份開三中全會 就是至少阻止那些老人家 開這個北戴河會議先 就是夏天開 所以是不是借意 就叫那些老人家 說你休息多一會兒 死了一個一個 總之 或者他們老人痴呆 就是 今年不用開 那就抑掉了習近平 就是他最怕開 就是北戴河那些老人會議 就是他又不想見到 曾慶紅那些 就是 所以我們沒得猜 還有就是 跟以往 會不會有人事的變動呢 以往三中全會少的 以往多數在二中全會 是比較集中說 人事變動 但是現在 就是做什麼都可以 那主要都是集中在經濟 那經濟其實 有什麼好說呢 就 出了來的議程 其中一樣東西 都很有趣的 就是說 其中一個議程叫做 關於持續深入 推進長三角一體化 高質量發展 十足以外 撒嵌政策措施的意見 大家也要問一下 如果重新集中在 那是否意味著 就是珠三角就可以擺在一半呢 有可能大家就問一下李家超 香港的全員 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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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全會 沒有議題的 那究竟現在 珠三角又如何 現在只是說牆三角 东莞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好像罗马的位置 好像古城那样,东莞无论在广东省,在全国 现在近期几季的GDP其实都排到去数一数二 不过是由尾数上来的,差不多包,不是包尾就尾二了,朱三角其实都很小 那如果你说长三角其实有什么意义在呢? 对习近平说的,因为很多人未必清楚,朱三角和长三角 如果你问我的分别就是朱三角基本上都还可以叫做一个自由经济,民营企业 但是长三角的经济就绝对就是一个计划经济,一个国有企业主导的物体 其实说了很多次的了,这十几年习近平,不过说也说不起这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长三角的经济带,他那种很一厢情愿的那种由上海为中心 一直环线的,由华南一直伸进去内陆去到大西北 但是这些是浪费的,讲极都,土景那时候也做不到 何况今天,长三角有什么好搞呢?说真的 现在最好生意做什么?做分泰尼,化工厂全部转型做分泰尼 世界分泰尼中心,简直是长三角 那有什么好搞呢?大家如果做过厂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长三角的东西全部都是由,中央政策主导是很浓厚的 所以,所以这次就集中都是说,继续深入推进长三角 那这些其实讲完又是,讲完又是,其实就没什么人记得 特别你刚才提过两样东西,关于彭丽媛,或者会不会废国务院 那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可能在三中全会都会拿出来 打下飞机,打下嘴炮的,就是最近开始就提回 就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因为今年都2024年了 那三中全会可能都挺适合说的,因为都是讲经济 那就是,还有现在就,反正都叫,反正都全世界树敌的了 哎,没什么所谓,现在都拿出来 那,的而且确,这件事对共产党就挺好说的 就是2015到2024这十年,只是说中国制造2025 真的有多少嘴炮说的,因为的而且确,真的多了很多很多 这些品牌,但这些品牌对世界来说,全部几乎都是威胁来的 譬如好像TikTok啊,好像一众电动车的品牌啊 还有些关于太阳能板啊,那些 那这个可以拿出来打嘴炮的 那其他,我觉得就,其实还有些,还有些什么意义呢? 我真的想不到啊,三中全会 不过,就是,就是,始终它都要开的 那这个,这个,就是暂时看到的是这样啦 当然是这样啦,我想,就是,我很多,就是同意阿杰斯这么说啦 我会觉得,就是,郭俊文退,其实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式 和未来式都是这样的,OK? 共产党之下,只有计划经济 是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么最近,习近平去这个重庆 召开西部大开发再谈会,大家知道啦 找一个简陋的地方搭个鸡棚 接着去那个地方呢,拖不下马的喔 西部很多地方,整个十几个不同的省区的喔 新疆,西藏都应该有 拖哪四个地方呢? 重庆、四川、陝西、新疆 四个地方的党委到 其他的党委只要交书面报告 没有现场到,为什么? 臨时吹鸡的东西嘛 连个场地都很粗糙粗糙 连个照片都不敢在新华社里登出来 那里面说什么呢?三幅屁 但里面说到刚刚和杰斯讲的那些有关系了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领域 不然之,继续偷,一路偷 继续抢下去,继续飘舌人家的技术 做啦!中国制造2025 不需要再讲,但是换个字眼 刚刚讲的这些字眼呢 继续做 这个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 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了 但问题就是说他这样做法是什么呢? 希望压着一些政变民变的因子 美其名为国家安全,国家的稳定 其实是习近平的安全,习近平的稳定 这个就是让猪头飞 这个就是我都这样讲的了 你现在推翻猪头 共产党怎会倒下呢?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给一些时间 给他去推翻共产党 支持他 等于支持推翻共产党 现在有几样东西 刚刚讲到有三样东西 是他现在比较头痛的 看看他三宗全会不会露出端危 未必露出端危 但是露出端危 第一件事就是说 2015年军改 军改的时候将军区变成战区 即是七、八军区变成五大战区 跟着又成立了海陆空军之外的火箭军 将二炮变成火箭军 跟着有个战略支援部队 就是叫做垃圾 就将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放进去 这样搞法当时我们在香港做平民的时候 都讲过这件事根本上不成功 就是这样搞法一定出事 果然出事 最后是怎样呢? 第一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今天有些所谓贪腐司令员 就是前生的那些被人弄走 弄走之后整个战略支援部队消灭 我们讲整个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翻号解散重组 刚刚过去4月19号 其实两个礼拜前 重新成立一个新的队 就叫做信息支援部队 是由这个司令员 筆毅和政委李慧去主席 这个两个什么呢?不要紧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战略支援部队是好几个东西的 这个信息支援部队 另外叫做军事航派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 几个东西做 就是专门做网络战 认知战和所谓的太空战 插测到那个地方 现在把它拆开 而这几个部队 不归属于海陆空军和火箭军的 是直属中央军委的 那换言之 就是证明了 习近平自己碰面自干了 自己挂自己一巴 2015年是你亲自自卑 亲自部署搞了个垃圾出来 现在不行了 于是拆开来 这个很大劲 接着你看到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短期内 因为人事的重组 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太空没有钱做 网络空间或者信息支援部队 成本低些 比如对台湾的认知战 对台湾所谓的网军很厉害 但是台湾也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自从一月总统大选结束了之后 缸军突然之间重叉 即是有一段时间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缸军 真的是小了很多 那之后会重叛回 当然可能会 但最主要的一件事可能是钱的问题 是啊 沒銀 沒錢的時候就大了 沒銀用啊 是啊 沒銀用的時候出現了大問題 而這些人士的重組呢 重新新市坑 都要蹲一蹲 才知道哪個老大跟哪個話 怎麼做事 所以這些事情呢 做有些可能過激一些很奇怪 譬如最近 你看到這些人 搞什麼香港私詞學會 搞什麼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 最後變成一個板斧 被人咬回頭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會看到 有一個福建邦的冒起 浙江邦的陷落 我上次有機會都講過 最近就是最近的事了 就是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 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廳主任 就是基本上是關鍵的職位來的 他這個原先給浙江幫的一個頭目 就是跟足習近平十幾年 把屎把尿的一個大秘書 就叫做鍾紹軍 鍾紹軍是由浙江跟到上海跟到中央的 這個人 我們可以說滋江、西軍、浙江幫 突然之間被他國防大學的政委去做 接著最近他出席剛剛說的那個西部打架的時候 沒有他份換了一個人 就是由前退役軍人事務部的副部長方永祥接任的 這個方永祥以前是做這個三十一軍 三十一軍是什麼? 福建軍 就是基本上是福建幫當時的軍隊 換言之整個軍委都很有趣 副主席就是軍委主席就是習近平 副主席除了張又俠這個老軍人之外 就是這個何衛東 何衛東也是福建幫的 接著落到下面的委員 妙華是福建幫的 接著說這個軍委辦公廳主任 這個才重要 比你這些副主席和這個那些什麼委員 這個軍委辦公廳主任做什麼? 協調軍內總體運作 兼管中央警衛局 就是中南海裡面 那幫警衛就是他做的 以前的八三四一部隊 就是這幫中央警衛局做的 另外他們負責監控軍內高級將領任免調動的實權 參與平衡軍內的大案要案的查處 那這件事呢 全部歸於這個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做 鍾紹軍、浙江幫落台 方詠祥上升 導致到何衛東、妙華、方詠祥 三人幫已經成贏 整個軍隊基本上是福建幫拿一扒 那很多人就說 喂你這樣搞法 習近平懵的 那你整個自己帶領這些軍隊去 他真是懶惰的 習近平現在懶惰的地方就是什麽呢? 他以為這樣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說真的要對習近平 稍為他害怕呢? 很容易而已 就是說 說半疊就是半疊就在你身邊 你這一班何衛東這一班 方詠祥、妙華、軍隊的人 接著到一些管文宣的 管這個中版的 管這個中央書記處的 誰人呢? 蔡奇嘛 蔡奇是福建幫的人來的 那就是說一個蔡奇 文的蔡奇 沒有的這一班三人幫 加上福建幫四人幫 掩然成型 你自己想怎樣呢? 接著你不像毛澤東 毛澤東是兩手牌的 四人幫搞文的 他們拿不到軍隊的 軍隊那幫人呢 以前有一段時期就是林彪 那麼他自己叛變之後呢 就變成另一批人 譬如葉劍英啊 譬如說那些徐向前那幫人 譬如說坤那些 還有 他玩最後那幾年 你看阿迪娜的老公 最後寫了一本書 這個他最後 毛澤東是過得很慘的 1971年至1976年 這段期間文革的後期 他平衡這兩幫勢力的 你習近平是什麽的把炮 可以平衡到福建幫呢? 沒有 你把你其他的人打散了 陝西幫又整熄了 浙江幫又把他產平了 剩下一個陳一生 剩下一個說我哪一個 還在那裡 但是其他那些全部那些呢 福建幫的人都上了位 公安部長黃小雄 是不是? 接著蔡奇 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接著這三個人主政軍隊 有些問題 第三件事就是說 火箭軍繼續被屯滅之後 火箭院的副院長 航天投資控股前董事長 韓樹旺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 即是說將他以前的火箭院 這個火箭院就是中國運載火箭 這個星空或者技術的研究院 他這個技術研究院的院長黃小軍 一月才被罷免政協委員 即是這個火箭軍燒到整個軍工系 燒到爛了 你知道習近平有幾個板塊 這個是福建幫 現在坐得很大 浙江幫一個一個得 接著你看到這個火箭軍的系統 一個一個清洗 而燒的軍工是整個倒了 很多人都已經被人抓了 陝西幫捉巡艇都沒捉完 繼續捉人 所以很多其他幫派弱了 唯獨是福建幫坐大 Well, that's something wrong 是你習近平壓不住這幫人國權嗎? 不是的,你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這樣就好笑了 你是不是想扶植澤蔡奇做你的接班人 你又不敢說 一說你就死了 你又記他 他又擴張權 這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說 十幾年來 從未看過現在中國共產黨這麼詭異 詭異的地方就是 這個皇帝是矮的 事實上我不會懷疑他矮的 他是習豬頭 花名你都可以叫 通常叫你花名的東西 通常很準的 這個習豬頭這麼搞的 分分鐘他被斷滅的 他現在想找彭麗媛出來 個個人就是圍圍諾諾 你猜真是江青說了事 很多人說了事 這樣的情況之下 多有娛樂性 如果找彭麗媛出來 是 說了我們有生之年 可能都會有機會見到有這個 見證 這個再版的武則天年代 都可能會回來 可能下一個領導人 接班人 原來找也找不到 就是彭麗媛 這個想起我也覺得很精彩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這樣 這個剛才你說的 其實呢 福建幫的形成呢 其實都會有少少像早 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一直慢慢 寡頭壟斷之後 或者到江澤民坐定了 上海幫的形成都差不多 但是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當年的上海幫呢 就是如果跟今天這些福建幫的 比起來 比起來 就每個人的能力是高很多的 真的是 就是歷練的有歷練 海歸的有海歸 讀過書有讀過書 是厲害很多的 福建幫可不可以last很久 好像上海幫那樣呢 或者可不可以在整 除了在軍事方面 或者是經濟 或者是不同的板塊 可以就是 就是做很多的地盤出來 這個是傳遞的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你說 見到福建幫的形成 但是會有個疑問 就是這個福建幫可以last多久 我自己是傳遞的 第一就是 就是跟得習近平的人 我經常都說的 就是能力是有限公司到非常有限的 就是除了擦鞋 啊 啊 啊 但是他同期有一個李鴻忠 李鴻忠現在不夠去擦啦 所以現在蔡奇坐到左右手 所以要回來一定要問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 喂火箭隊都可以倒塌的 福建幫都可以倒塌的 就是 就是 然後再找東西取締都可以 還有那個那個 還有一個 還有火箭 火箭炮那裡倒塌呢 其實我想最主要原因的就是 皇帝真的覺得很害怕 大哥 因為整個火箭炮裡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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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information 其實基本上是被美國掌握了 所以 不瓦解 不解散是不行的 那好了 現在又再來 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豬頭 其實他會不會驚一試掌一試呢 你找這一幫人 那 喂大哥 有什麼保證 翌日福建幫那邊 又是很多人是會 喂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老老素 賺水 那賣料做雙重間諜 那這些 就是 總之 那些料是有價的 那繼續又是賣 所以 所以 稍後難保 其實福建幫也是 喂 站不站得住 這個又是 就是要看 用時間去看看 怎麼人靜 是 尤其是這個火箭軍 就是一個二個 由吳國華 一到到李玉超 徐宗波 張震忠 呂宏 李全廣 周瓦寧 這些名字其實在網絡上 你自己找一次 一個二個這樣倒下去 倒到最後 有些人就會覺得 它喪失了綜合戰爭的能力 我會覺得 不會喪失 但是削弱 就是削弱了整個中國共產黨 攻台或者對其他地方的實力 因為二炮 尤其是由二炮出 就是變陣的火箭軍 其實是攻台的必要的部門 陸軍 你沒有空軍怎麼陸軍 之後海軍收皮 空軍很弱 接著火箭軍就是什麼 飛彈 你飛彈 你要攻擊台灣才開始搶 還有核武 還有核武 他強調有核武 發現到一些導彈 沒有彈藥的 裝什麼? 裝水的 你那些導彈的發射 西部、新疆那些 OK 開不了蓋子 你這個地方內爆 這些東西 誰爆出來的? 傳聞 當時我們做過節目 普京 爆給習近平聽的 有人跟我說 你們誰誰其實收了什麼錢 做了什麼事情 搞到現在你這樣 我也知道 我知道 美國拜登也知道 所以你自己看著 你最近 會炮賽做清除 你最近有沒有看過一條片 我有看過 就是型號我不太記得 因為我對軍事就不是很敏感 就是一架中國的千 不知幾多號的隱形戰機 就說明是隱形的 科技就很先進 總之在天空飛 雷達偵測不到他 但是偵測到 沒有什麼人 先不要說 可以放下他 但是因為拍著 簽什麼隱形戰機 在飛的時候 是一直不斷噴嚇煙的 所以其實雷達看不看到不要緊 肉眼就一定是看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的隱形戰機 那這些呢 剛才你說的 那些大炮噴水的 那這些令我想起就是 都是1895年隔五戰爭 所有圍著慈禧太后的都是鷹派的 打打好像周星馳那樣 打他老尾這樣 那但是唯一一個說不要打 打不得的 老佛爺 那個就是 李鴻章 因為最清楚 北洋艦隊 他只是拿來看的 大哥老佛爺 OK 我不是真的拿來打的 這樣 但是今天呢 就這樣 我覺得呢 習近平 怎麼知道都好 他應該是比老佛爺 是聰明一點點的 就是 這些都以屎為鑑的 他應該是知道的 真的不能打的 所以 但是 大家要頂得多久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都要給 敵人看到你的管理 是有 就是沒有事才可以的 但是 其實不斷這樣看到的就是 就是 中國 解放軍的管理 其實是差 都沒得再差 就是 所以 這個是幾個人的 如果真的打 我們就 說真的 我真的很有信心的 很快就搞定的 但是 老佛爺 你知道很多香港的手足 都講過 昨天我聽了一個 陳建文教授的演講 是 他講到 他認識一個 在獄中的一位手足 他說 我判很耐監 十分鐘 終身監禁 唯一一個解決這個方法 就是打仗 打仗就有得出來 否則什麼都沒有 你要他什麼特赦什麼 都沒有可能 那麼他就覺得 就是不打仗就不行 那你就打仗了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打仗的話 如果共產黨這麼弱雞 那麼你這麼弱雞 打幾夜 人家又 就是美國協防台灣 打幾夜 幾天之內 就打完這場仗 甚至一天之內 打完這場仗 好像大時代第四十集一樣 打幾天之後 美軍一來全部都炸掉了 好了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不要玩了 這樣搞法的話 共產黨會怎樣去對待香港呢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的問題 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你說共產黨整個政權還沒打倒的話 就不得了 如果你說制敵於台海 他接邊誰 共產黨依然在這裏專政的話呢 還有一段時間鬧了 所以我就說他要習近平 你不要這麼差才行的 你這麼差的話 一夜打倒你 說我不好玩的嘛 大哥 是不是? 就是粉碎你的集團才過癮的嘛 喪普 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節目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間中都會慎 最折騰的一件事 其實有時候就是不打 我都說 這個是我心底話 有時候說得多 我好像對不起我們在台灣 對不起我們在台灣的好朋友 大哥一打 真的會先打台灣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打 你真的不見真章 但是最折騰的一件事 就是今時今日 不是百多年前的帝國主義 或者殖民主義 或者船肩跑離 那現在世界領袖 其實就是 左膠上頭 大家都是說一體化 世界和平 就是經常都是說這些 那大家說這些 哎呀大哥 又要政治正確 你又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說 喂世界和平是不對的 這樣不行的嘛 但是這些人呢 但是怎麼說呢 就是講回真心話 習近平這些人 或者今天共產黨 其實就 就四個字可以形容 五行欠打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真正的五行欠打 其實是真的要教訓一下他 或者至少起碼今天 又回去 講來講去都不講 美國政府是不是應該在南中國 可以在印太 aggressive一些呢 是不是呢 用什麼給他面子 你講飛機 你講飛機大炮 你又未必救我來 你講實戰 你就走在一邊 你說 說完飛機大炮 那你開飛機和粗大炮 那些解放軍 有幾多陣子 那些人啊 大哥 如果你真的帶上來 美國 英國 歐盟 澳洲 還有日本 那你 喂大哥 就是你點滴 你點滴 就是說人都贏了你 就是說有技術有質素的軍人都贏了你 你說中國有什麼厲害呢 現在布林肯說的那個呢 就真的 其實對的 很重的 不過你拜登的政府 就經常都是 嘔硬 手軟的 你說的東西很重的 就是什麼呢 俄羅斯打烏克蘭 如果沒有中國做這個生產的後盾 俄羅斯一早就死了 這個我真的非常認同 中國可以扮演到最好的角色 其實都是回到一戰 一戰 中國都是戰勝國來的 那一戰在戰勝國聯合 在戰勝那個團 那個陣營裡面 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不是打仗 是煮飯的 是嗎 OK 那你今天二戰戰勝國 也是差不了的 你叫他打就難了 但是他如果做後盾 做生產 哇 這些就沒得頂了 那所以 所以其實 中國很厲害 都是做到這個地步的 俄羅斯這些真的會出去打的 但是中國 就是只有港字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在哪裡 我會覺得現在是很好笑的 難打仗打敗仗 而且你看到 就是浙江幫 難打仗是真的對的 OK 難打仗 那共產黨當然是打敗仗 難打仗要打敗仗 能打仗打勝仗當然是錯 難打仗打敗仗是對的 那麼接著 三個浙江幫的 就是浙江新軍的人 一個就是李強 國務院總理 這個廢的 沒有用的 傀儡的 第二個 國防部長陳一生 請我們講一下這個人 第三個就是關於這個 大家熟悉的 港澳辦主任夏寶樂 OK 這三個人其實分分鐘 下一個輪到他們的 因為現在的趨勢就是 福建幫壓跨浙江幫 OK 那麼陳一生 現在就最有權力 國安部部長 但是 你要不要忘記 他現在這麼有權力的話 他現在發覺到 有些東西要催出來 說陳一生之前 有一個資光新軍的唐一軍 已經是司法部的前部長 現在被全面取消所有資格 包括政協委員 我們已經講過唐一軍 下台 之前的兩個司法部長 全部都是貪腐下台 違反法律下台 一個就是吳愛英 05年做到17年 一個就是傅政華 18年做到20年 唐一軍就是20年 做到23年 這三個橫跨20年的跨度 所有三任的司法部長 全部下台 結果是什麼 你知道是什麼呢 今年2月起 律師證書 中國的律師證書 不再有部長簽名 換言之 哇 影衰自己 全部取消了部長簽名 多有趣 所以我就說 這些東西已經去到一種 欲蓋離章全面腐化 能負就要負的地方 好了 講回國安部長陳一新 他最近在45號求是 49號求是 和學習時報都發表文章 提出 好像1951年 三反不反運動那樣 當年 就所謂的反貪腐 反浪費那些東西 現在呢 就是五反 五反鬥爭 什麼叫五反鬥爭呢 反顛覆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間諜 要確實捉爐這個國家安全屏障 那講到反分裂的時候 他主要是講台灣的 要堅定反獨 全力速統 壯大外國統一力量 口直和平統一的民意基礎 堅決挫敗台獨分裂圖謀 反制外部勢力干預行径 依法懲治 充當台獨馬前出的台灣間諜人員 這個就重要了 為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作出隱蔽戰線貢獻 這句話好少人講出來 隱蔽戰線貢獻就是說什麼呢 間諜滲透地下黨 接著就行其冷止 表面上是綠實際上是紅 一堆這樣的人 那不再不說南白那些了 就是我們下一節又講到虎群旗 講到全部這些 不知道隱蔽戰線 擺明給你看又有 有些不擺明給你看又有 什麼都有 所以這一堆這樣東西 在台灣那裡 其實我和很多其他人 在台灣那裡 其實還是fighting the war 因為這件事對於台灣 共產黨是不斷的 絕對啦 加拿大一樣 一樣要清除病毒 不過台灣 台灣一定是一個前沿來的 所以 你經常都要留意著這些事情 因為 你剛才說 桑寶說的福建幫 福建幫助起 其實都是因為 矛頭直指台灣 你現在下水的航空母艦 都叫福建號 所有東西都是跟台灣有關的 集中火力都是 這個新五反其實都是 大部分東西都是講台灣的 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譬如反顛覆保衛戰 捉起維護政治安全的鋼鐵長城 針對反華敵對勢力 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涉及到 譬如反間諜攻防戰 首謂國家秘密安全的堅固防治 就是剛剛傑斯講到這個 最近保守國際秘密法 國家秘密定義 不斷擴張保密主體對象 不斷地模糊不確定 程序不透明 接著還在國家秘密加了 工作秘密四個字 就是所有國家秘密以外 洩露就會導致 對國家不利的東西 就是說任何的東西 全部都是攬炒的了 就是去到今時今日這個做法 還要搞一個國防教育法 要從小學一到大學 要搞國防教育 不只是國家安全教育 還要搞國防教育 所以這股這麼惡風 將來很快會推到香港 不只是國安教育 還要搞國防教育 駕藏蝶屋 講軍事訓練 講民族主義的仇愛情緒 全部將你個個變成 紅衛兵、紅小兵、小粉紅 個個都是這樣做法 這種洗腦的事情會不斷地做 所以說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 其實做最多顛覆的活動就是共產黨 做最多霸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 分裂中國的就是共產黨 1945年之後到1949年 誰分裂了中華民國的 就是中國人民共和國 大家同不同意台獨也好 我只是說 事實上就是說中華民國這麼大 最後你把整個中國變成兩個 就是你中國共產黨 這樣的話 那誰分裂呢? 還有誰勾結外國勢力最厲害? 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除非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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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 俄羅斯人和我們是同盟同種的 那我就可以收回這個勾結外國勢力了 所以 是啊 所以 所以 全部其實都是 共產黨是專家 顛覆 霸權 分裂 恐怖 間諜 對不對? 沒有一筆不是今天共產黨的強項 你說最恐怖 當然是共產黨 如果你問14億中國人 喂 大家一起出來反恐怖 那當然 反了共產黨 就是沒有了恐怖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就是 你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喂 究竟今天是不是文革2.0啊? 但是 有時候 你說不是的 就是 應該都不是文化大革命 但是 你經常都拿回這些三反五反 雖然三反五反不是文革的產馬 是五十年代初的產馬 但是當年的三反五反 其實 就是 共產黨是很前隔的 那時候 其實就是專打 這個 商家佬 打 資本主義家 因為 49年 就解放中國 毛澤東 就 那時候 就跟所有 做生意的人 不用怕啊 一樣 又是用那隻 五十年不變 那些這樣的口吻 總之就是 那些 沒有照跳馬照跑 那些這樣的口吻 兩年後 就立刻 就用三反五反 就動很多資本家 那時候 五一五二年 五一五二年 那時候 真的動得很厲害 就是 很多是處缺 鬥死 還有地主 這些 那樣 真的很大 今天 那個範圍更闊 那你除了說 新五反 你回去 又是這些文革 那些文革 DNA 又走出來 最近還有 還有這個網信辦 鼓勵大家 大舉報 哇 大哥 你說大舉報 馬上又想起 又是那些 在文革的時候 鼓勵你 揭發這個階級敵人 就抽你老爸老母出來 要舉報他 大意滅親 你看Netflix 第一集這個三 三一鬼 三 糟了 忘記了三一鬼 三體 第一集 那些就看到了 那些就揭發了 又是拿回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呢 我什麼時候都說 中國歷史 很容易讀的 重複又重複 那你這期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應該要讀定那些 三反五反啊 五七年之後那些反右啊 那些要補一下功課 那你一直看的時候 你覺得很親切的 因為你發覺現在香港 香港都是這樣 是不是 你真的 現在你會明白的 你不相信我 你今晚真的看那些 三反五反啊 反右啊 文革居歷史 你會覺得 以前看不明白 現在已經明白了 是不是呢 在香港現在都是這樣啦 喂 不要說 不是ING 現在香港 不是 現在都是ING 已經進來了 大哥 23條底下 就是又是這些 什麼 反分裂 那這些 其實 李家超都經常說的 什麼提防顏色革命啊 什麼做好保衛戰啊 這些 其實李家超、鄧炳強都經常說的 所以其實已經傻了 所以一定是 這個是一個文革二點來的 其實沒有新意的 是啊 1951年的三反五反 1963年的新三反 現在有陳一新的新五反 是啊 是啊 沒錯 很多人都不記得六十年代 還有新五反 那時候已經有新五反 是啊 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記得沒有記錯 1951年的三反就是針對公務員 五反針對資本家 然後1963年的新五反 就是針對所有公務員 就是叫你們不讓你們貪污腐化 共產黨經常都說 就是共產黨沒有人貪污的 毛澤東時代沒有人貪污 那你為什麼1963年的新五反 要反對人家貪污腐化呢 那你沒有貪污腐化 為什麼要反對人家貪污腐化 是不是毛澤東無視生事呢 那怕有貪污腐化 怎麼會沒有呢 這是人性來的嘛 哪個國家沒有貪污才行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貪污是制度性、系統性的 是個人問題 個人問題有沒有法治、司法、獨立 和自由輿論解決 沒有嘛 共產黨就是全部 它本身就是一個獨裁、專政 而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貪污 好了你今時今日 你什麼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 你本身就是顛覆、霸權、分裂、恐怖、間諜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本質嘛 謊言暴力的綜合體 今時今日你說要反的東西 所有共產黨說的東西就是 反過來就對了 所以我就說 陳一新 他搏什麼呢 他搏就是 哎呀浙江幫最近慘了 喂 一個一個豬 旁邊的忠少軍 這麼大顆 軍委辦公廳主任都不見了 喂 剩下一個夏寶龍在那裡 剩下一個廢帝李強在那裡 然後最大實權人物就是我 那我起碼有些東西是表下宗 證明習皇帝 是 聖上 我有些東西是做事的 我是定的 那習皇帝要我做事 我一定做到最終 但是他不要忘記 蔡奇做得好過他嘛 蔡奇就是什麼 次都見紅 一定要所有的這個低端人口 全部一定要雷霆萬鈞這樣做到這件事 他有說這些東西嘛 你李鴻忠做過垃圾的天津市委書記的 都是說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嘛 你整篇陳一新的國防部長這邊的東西 我看完這個學習時報求是這邊的 深入學習半切總體國家安全觀 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文章 沒有說這些東西 你沒有說次都見紅 你沒有說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習近平這些小學生看不懂這些通關物語 是不對的 你說這些不忠誠的東西 喂 你是做了功課 但是你不會使那個老師 使那個聖上皇帝 覺得安心嘛 所以說鬥他吧 我鼓勵了 習近平這些人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動他吧 那是不奇的 蔡奇捧到最高 一句頂一萬句 還有那些什麼何衛東啊 那些什麼姚華啊 還有這個方永祥啊 厲害 不需要習近平 先個忍 搞定了中國國力的 吹到他們福建幫 碰碰碰碰 這樣才是好玩的 不是 這個就是 剛剛我們也說過 就是今天習近平和當年毛澤東的分別 就是能力上的問題 比如說 你這些這樣的口號 就是習近平這十幾年都不少的啦 又生產力啊 又什麼什麼什麼 那現在你又找一條 出來又說什麼新五反 然後又說搞大舉大舉報 但是那個分別是什麼 以前毛澤東 三反五反 大躍進 反右 文革 他真的可以搞到 搞到翻天覆地啊 或者還有 當那些年代 那個年代 那些大部分的中國人 特別是工農階級的 起碼他真的會覺得 共產黨是站在他那邊的 雖然他們傻啦 OK 現在不用說了 但是那時候 但是毛澤東有個能力就是說 他真的做得到階級鬥陣的 他做得到一個 就是資本階級的敵人出來 你今天習近平 你說 你說反天科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間奪 你回到今天 今天班 在中國的年青人 躺平那些 就是搞笑啦 大哥 誰會陪你出來瘋 大舉報 誰今天還會跟你出來 舉報 老爸老母 還有在整個中國計 大哥 這真是寥寥可數 可能 我告訴你 最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香港 香港今天就好像 六十年代文革的時候 最左的地方就是哪裏 上海和廣州 今天香港也是的 差不多整個中國裏面 最左的就是 這些在香港可能會做得倒出來的 就是不排除 有些可能 但是 但是 整個中國 你這些運動是搞不起的 新五反運動 搞得起我 大哥 習近平你來香港 你不是來香港 你來加拿大 溫哥我請你吃飯 OK 你吃十餐飯都可以 告訴你 沒可能搞得起 這個就是個分別 就是說完 跟著又沒有這件事 你說 再說 怎止五反 那你這十幾年還有反貪腐 那你這五個反都沒有反貪腐 那你問今天中國人 反貪腐 當然是階級鬥爭 譬如你說 你最近 金融商業界 中國 又拘捕很多高層的 這家銀行高層 拘捕那個高層 你問所有中國人 都很深水清 唉 難道會多謝共產黨 唉呀 真是多謝共產黨了 幫我們出一口 當然不是 明眼人都知道就是 共產黨要找代罪高揚而已 大佬那些經濟倒到這樣了 是不是 那當然是在那些私募基金 銀行那裏找那些高層出來 製期 然後那個責任 又不在共產黨那裡了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 最後再說一句 如果中國人是吃了誠實 豆沙包的 喂大佬 所有東西 哪一飯都好 你講 開哪一飯 只是找你共產黨揹鍋就可以了 為什麼 很多中國人都想問一句 為什麼 搞風搞雨 永遠都不見共產黨出來揹鍋的 是不是 僅有其他人做代罪高揚 那所以這些反貪腐 其實就是得淡笑 沒有人相信的 大哥 在中國 是啊 所以我會看回在共產黨的治下 習近平他只是有權力 而沒有威望 這個是做不到個人崇拜 做不到個人崇拜 你不像毛澤東 可以翻雲覆雨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可以搞到你全世界 與天鬥與地鬥 其樂無窮 群眾鬥群眾 矛盾不常交 封橋經驗 你說就可以 為什麼 你沒有威望 是不是 你沒有威望 然後被一群福建幫 佔據你下面的地盤 然後被縱獄這群人 佔據你下面的地盤 這才是看到你的無能 你不只無恥 還有無能 這麼多人死 為什麼不見你死呢 趁地臨 去到今時今日 習近平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我要說的 最多一件事要說的是什麼呢 香港呢 分分鐘會搞這個五反鬥爭 是啊 這個所謂的反顛覆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奸 這些東西 搞緊 將這些東西延伸到香港 其實現在在做著 和會做得越來越烈 跟著你看看那些國防教育法 跟著李慧琼出來說 香港不需要立法的了 做就行了 是啊 國防教育法 繼續做 軍訓 這個國防教育法的重點就是 初中的軍訓 軍訓是什麼呢 不是台灣 美國這些 基本上一直在這裏 共產黨威脅 共產黨店 我們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什麼 我想問你 你這些人當過兵 你的孩子還在香港 做過這些事情 被強制做過這些事情 你怎麼去外國讀書 你怎麼去美國讀書 一到你申請美國護照的時候 你參加過少先隊嗎? 參加過軍事訓練嗎? 扔你一邊 哈佛收皮 收你都沒有簽證去 我就說這件事情就是 香港以後全部中國化的重點 你走都沒有機會走 因為你的地方已經變了一隻 一隻怪獸 變了一隻 喪屍 那可以怎樣? 這就是我覺得 時間拖得越長 對香港極不利 那如果這段休克的時間 是短的話 香港還可以有救 如果休克時間 加上人口不斷洗版 換血的話 香港得救的機會就會越來越低 就好像你缺氧一樣 就是香港現在面臨這樣的情況 我當然希望香港盡快會好回來 沒有人不希望香港盡快會好回來 但我只是說 第一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在外面傳達一些真話 公義、電文 給全部的人知道的信息很重要 就是我們做了崗位 第二件事就是說 哪個人 尤其傑斯做得相當 很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哪個人能夠 使得能夠救贖到 裡面的一些 真是走不掉的人 用各種軟的硬的方式 能夠救他們的 國際線道奔走呼告 或者用各種明暗方式 幫助到一些 在大監獄和小監獄裡面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有日常生活的反抗 不是代表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遊行示威 不是 獨立書店 旁聽司 聽審 是不是? 還有去探監 寫信 還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見到的東西 例如要你選舉 我們不可以呼籲不投票 大家懂得做的了 就是說27%的投票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這些日常生活的抵抗 不要放棄 有信念 有希望 才真的能夠 有一個 我們對香港的熱愛 不會熄滅 我們希望未來的香港更加好 保持 繼續保持生活的態度 應有的態度 或者加上堅守真理 說是很容易的 但是做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低它 很同意 所以不要再繼續進一步補充 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要搞極了 今天在整個中國裡面 香港是數一數二最有土壤 搞極了 就是 我再大力推薦大家 特別去留意一下文革年代的上海 找一些書看 當文革年代六六年至七六年的上海 你會看到很多香港的影子在這裡 所以十年浩劫是文革 這次又不知道又是多少年 但是我們要做好整個準備 還有就是不要看低 堅守真理 還有 保持著有一個應有的生活態度 是一點不容易的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 一起大家都要各自做好 做好一點 我們的責任就是 所以我們會偶爾提一下大家 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休息一會吧 桑寶 我們休息回來 休息回來 我們就 移師過去這個 傑斯文道 繼續會有第二節的新桑愛神咒 一會見 好,到時見 要做好事 替曹